但在和勇士H过两招 以及看到蓝一端 还有换货一端的战斗后 他已经明白 自己就是个弟弟 各位好是冰子 强袭作为吉拉的第一台高达 在他的手上力战其他四角枪 上太空下地球 成绩可以说非常优秀 但今天的这台强袭 相比原版的战绩 就显得非常残念 这次我们就来看看 这台近战特化 如狂风般席卷战场机体 急风强袭高达 小伙伴们也别忘了 多多点赞投币收藏 三连越多更新越近 急风强袭高达 编号LG GAT-X105 高18.01米 重65.11吨 登场于C的外传小说 驾驶员为NDHE 也就是ND核 是蓝一端的驾驶员 从云河的影印人 不过影印的是 他在联合时期的少年阶段 因此二人的差异也要更大 驾驶急风强袭 执行图书馆交给他的任务 作为强袭高达的升级改造形态 急风强袭受响应的影响非常大 头部依旧搭载有豪珠镇火神炮 面部特征和原版做出明显区别 取消血铁龙 并且两边还有锯齿装设计 同时又提高头部传染器 以及处理数据的效率 配备有基于贝尔切素子的 小型冷却装置 提高散热 肩甲非常明显 不管和原版强袭 还是其他机体对比 都显得更大 因为他是把响应背包下面的 两个高推力推进器放在这里 令该机的运动性可以大幅提升 既可以快速突进 拉短于敌机的距离 也可以做出更加复杂的回避动作 而移出了两极推进器后 盾牌因为会防御到格斗战 就把它放在背包上 虽然看起来不好拿来用 但实际上它有连接机械臂 可以用来防御背面攻击 并且盾牌在这里也有稳定翼的作用 破夹者的收纳是设计在轴部 其风强袭会用它进行投掷攻击 从双肩部位向前伸出 配备有一把57毫米高能光速步枪 也是联合给MS配备的标准武装 虽然也有不错威力 但疾风强袭本身 是会将敌机强行拉入近战格斗机体 突出强调的是接近战能力 所以这把武器并不常用 而且为了提高格斗性能 关节驱动进行了大幅升级 瞬间应对能力得到提升 不过这种提升对机翼关节造成了很大负担 很容易过热心而损怪 所以在关节处又再增加快速散热的结构 在关节活动的同时 可以通过空冷的方式来大幅提高散热效率 就算在宇宙空间亦有作为散热板的功效 主武器是腰间佩戴的两把实体对剑刀 一具能够瞬间分析接触的敌机资料 配合装甲材质调整震动周波数 精准击破敌机 挂载到腰部时亦有作为稳定翼的作用 而HE这个影印人也比较特殊 为了不与本体发生冲突 图书馆一般不会拿还在试的人影印 但合作为最强傭兵 其战斗力实在让图书馆夜馋 可他现在的资料又拿不到 所以退而去一次 拿合在联合时期的资料 创造丛云合的青春版ND合 也因此他戴着面具遮住容貌 一开始HE是和完全复制红异端的伟红异端 以及影印人运奥一起行动 虽然运奥是图书馆复活 但他完全不打算听从图书馆 在交给罗另一把五十刀捕撤 还有传递影印人很危险的消息后就打算自爆 但疾风强袭瞬间就来到伟红异端的身边 切下能源电池 阻止爆炸 随后蓝异端二行改赶到 而在HE的心目中 从图书就是全宇宙最危险的存在 面对举起大街的蓝异端 疾风强袭也紧张地举起双刀 不过和直接放过他 HE也没多说啥 带着伟红异端就跑 之后影印人基纳为了复仇 疯狂地寻找从图书 HE也和他同行 但在二人交谈时 基纳识破他的身份 转而要和他对战 HE对基纳的突然抱起也很奇怪 虽然自己是核的影印人 但二人在本质上没啥联系 是不同的存在 更何况自己还是个青春版 但基纳的理由也很有他的风格 冒牌货更加不可原谅 因为其存在本身就已经玷污了核 也就是自己的猎物 简直就是自己的污点 所以更要消灭 HE也拿他没办法 只能战斗 不过就在二人对打的时候 驾驶勇士H的卡纳德跑了过来 但他只是来问个路 问图书馆的老大 最高司书馆普雷亚在什么地方 特要去杀了这个影印人 关于普雷亚 在亥布隆那期有聊过 正是普雷亚的牺牲和奉献 才成就了现在的卡纳德 也因此他无法容忍有冒牌过存在 但想杀自己的老大 吉纳和HE可不能当做没听见 急风抢袭 管货一顿二行 要先和勇士H斗一斗 卡纳德也不意外 而且见他俩都是近战的话 也没打算活用优势 而是将装备切换为光顺的形态 正面对战 好脚的是 崇云和这个时候也来到这儿 吉纳一看到他就失控 HE就单独和卡纳德对战 但双方根本不是一个登机 不论战斗经验 心理素质 还是本身的能力水平 HE这个毛头小子版的盒 完全不是卡纳德的对手 就算单拼机体性能 急风抢袭 也不能和勇士H斗对比 原本HE还想先打败卡纳德 再去和崇云和这个本尊比比高下 但在和勇士H过两招 以及看到蓝一端 还有换活一端的战斗后 他已经明白 自己就是个弟弟 直接放弃战斗 连卡纳德这场都不打了 卡纳德看见他不想打 倒也无所谓 不过要求他带路去找普雷亚 HE也没办法 只好乖乖带路 毕竟对面两个 他哪个都打不过 什么 你说吉纳呢 他早被河打爆 赶着去强化换活一端了 接下来就是图书馆最高战力 吹雪神医的回合 所以吉红强席在这次事件里 不仅一场能看都没有 甚至最后还被压着带路 去见自己老大 真的非常残念 不过也不能说 吉红强席一点高光都没有 曾经吉红强席和HE 就袭击过DSSD管辖的研究所 附近的扎夫特部队赶来防御 虽然是以大部队作为对手 但吉红强席根本无所畏惧 其优秀的机动 扎古勇士的枪根本锁破掉他 吉红抽出一具 在瞬间来到敌人面前 开始自己最擅长的格斗战 如狂风般席卷战场 扎夫特小兵直呼 他简直跟国王一样快 而在图书馆谁系列事件平息之后 HE就带击风抢袭 跟着巨蛇之尾一起行动 这下真诚合得弟弟了 可能因为还是少年缘故 相处下来会发现 HE与从云河 要比想象中的还要不像 而且他也跟年龄相近的 绿端驾驶员特洛伊一起相投 两位少年成为伙伴并进作战 HE就在这里 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是小小兵子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收看 喜欢本期视频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对魔线有兴趣 也可以来小点看看 如果有下期的话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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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